在我面前的这个箱子里呢 装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新手护肤套装 里面的护肤品呢 都是我自己经过筛选 而且都是我自己在用的 现在呢我来给你们开箱看一看 发货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样子 隐私发货 外包装是看不透任何信息的 而且快递单面呢也是隐私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一个信息外漏 好现在打开了 现在来跟大家看看手艺术 里面到底有几件产品 一件面膜 两件面膜 三件面膜 四件面膜 这一盒面膜里面是有五贴的 是美白面膜 所以呢它四盒一共二十贴 这是第一个产品 第二个产品呢 是一个补水喷雾 165毫升的 贴完面膜之后洗个脸 然后再喷这个补水喷雾 然后第三盒呢 也是这个美白精华水 这个可以用在这个喷雾之后 再上这个精华水 然后第四件呢就是这个乳液 这个乳液是有修护屏障的功效的 所以呢你要用在这个精华水的后边 最后一件呢 是两罐 这个面霜 面霜是要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 我们按顺序来说就是敷完面膜之后 先清洗个脸 用清水冲洗就好 把残留在脸上的面膜精华冲掉之后 再喷补水 喷雾 这个喷雾啊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护肤的打底 然后再上这个精华水 然后呢这个精华水呢就是补水的补水保湿 补水保湿完之后呢就是这个乳液 乳液呢它会比精华水更浓稠更厚一点 所以呢你在涂上这个乳液之后 它的水分就更不容易蒸发了 最后一步呢就是上面膜 面膜呢它是有锁水的作用 我手上这两个面膜 一个是日霜一个是晚霜 日霜就是白天用的 晚霜就是晚上用的 日霜呢一般它是有创眼化的功效 晚霜呢就是紧致肌肤 现在呢我就先把妆卸一下 然后我自己来上一下这些护肤品 然后大家可以按活的顺序来进行护肤 好了现在我已经把脸上的妆卸掉了 现在我们第一步就是敷面膜 我们可以先把面膜取灰贴来 教你们贴一下 面膜取出来之后呢 因为它里边是有精华的 所以这些精华我们一会儿也要用到 先不能丢啊 然后取出来之后呢先敷到脸上 敷到脸上 因为每个人脸的大小会一样 所以敷到脸上之后还是要调整一下这个面膜 尽量让它抒平 然后像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用中指 它按压一下 大概这样就敷上面膜了 然后我们刚才这里面还有一些精华 不能浪费 它这样 然后在脸上这些比较容易干燥的地方 给它吹上去 就是按压 按摩一下就行了 我们面膜最容易干燥的就是三角清华 就是气去 反正一定要把这个面膜的精华给它用完啊 不要浪费 然后我们脚 太阳穴这里 也可以多到一点 然后就这样敷着大概15-20分钟 我们再把它接下来 接下来之后呢 再用清水 空洗 把脸上残留的这个面膜精华给冲洗掉 然后这里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面膜啊 尽量不要一天贴一次 然后它的频次呢最好是一周两到三次 就是两天或者是三天贴一次 大家按这个频率贴面膜就好了 像我这个套装里面一共有四个面膜 也就是有20贴 20贴呢足够你用两个三个月的 如果你懒的话能用三到四个月都是可以的 然后其他的服务品呢大概也能用个半年 好了 现在我脸上的面膜精华已经清洗掉了 接着呢 我们就要开始用第一瓶这个补水喷雾 它的用法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它喷在脸上 好了这就是相当于一个护肤的打底 然后我们开始用第二瓶精华水 把精华水它会比刚才喷雾质地呢 比较厚一点 这个精华水呢 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挤在手上 然后拍在脸上 我们就像刚才一样 我们把面部 刚才这个喷雾啊和这个精华水啊 是每天护肤都必须要上的 每天都要上了我比较偷了 精华水用完之后呢 那第三个呢就是 蜈液蜈液呢会比刚才的两个都要厚 你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 它是能停留在手上 然后不会流动的 敷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它均匀的不在面部 这个护肤的手法呢 我之前也教过大家 就是尽量不要把自己脸上的肉下脱 因为这样往下脱的话 时间一长 或者是过了几年 它就可能加速面部的下脱 所以呢我们正确实话应该是这吧 往上提 对往上提 往上脱也行 最后一步锁水呢 就是面霜 面霜有两个层嘛 一个是日霜 一个是晚霜 现在是晚上 所以我们要用到晚霜 然后我们的用量呢 可以去大概多 就行 它的质地会比刚才的乳液要更厚一点 因为越厚 它的锁水能力越强 就是它可以涂上去之后呢 保证让上面补水保湿 这两个动作不白度 因为如果你不做面霜的话 它们很容易在你睡觉时候就蒸发掉 所以这个面霜的锁水还是必须要有的 我现在涂的这个是晚霜啊 如果白天你用的话 你只用把这个晚霜化成日霜 这个白色平衡的日霜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两屏幕功效是不一样的 日霜是靠氧化的 晚霜是精致肌膚的 后来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新手护肤泡妆里边的一些产品的使用方法 那你修改了啊 不过还是非常重要的 打个比方吧 就是如果你皮肤比较差 那么你的皮肤就像一个房子里边的毛皮房 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好的话 那你的皮肤就会像一个精装房 这么简单的比方 大家应该知道 对于化妆也是一样 那么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 现在评论留言告诉我 后续呢我可能还会出一个去黑头的手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期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